这个男孩不仅是庸人的儿子 也是斯丹康头游的代言人 省吃俭用的父亲一件旧棉袄穿了十几年 他却趴在父亲身上持续洗血 明明身无分文 还要逞强装十三 只为混进妇人圈 和阿尔萨比 这部豆瓣8.6分1983年上映的影片 直接撕开了贫富差距的遮羞布 上世纪30年代的江南水乡苏州 有一座气派的秦宫馆 影片的主人公老包 在秦宫馆做工已经30多年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发生在老包和儿子小包身上的故事 电影开始 巨大的指示牌立在路旁 两个粗壮的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 像极了命运的不同支流 简陋的人力车和气派的轿车 在桥上穿梭来回 为我们拉开了这个 有着巨大阶级差距的时代大幕 水上江南 烟火人家 河面上的鸡鸭鹅和蔬菜排列整齐 年关将至 店铺里的伙计忙得脚不粘地 精美的衣帽摆满了橱窗 正好和满身布丁 带着破绽帽的行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世界的称赐在此刻显现 有人住高楼 有人住深沟 街上既有穿着布丁衣服的挑工 也有带着头巾笑容满面的妇女 锅中的肉已做熟 煞时间香气四溢 带着破绽帽的老人砸巴着嘴 却无奈囊中羞涩 各色铺子一接而开 临次致笔 活脱脱一副江南生活白景图 秦宫馆内 也一派即将过年的忙碌景象 虽然秦老爷已经去了上海 但表少爷还住在这里 庸人们还是要兢兢爷爷地收拾打扫 照顾表少爷的衣食起居 恰在此时 老包端着一盘水 从外面缓缓走进厨房 可谁料长袍的下摆 却被门栏上的钉子挂住 生生划了一刀口子 同为仆人的慧姐嫂打去老包 这是天意 门神爷让你做新的了 老包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才是夜可不准呢 虽然在秦宫馆已经待了三十多年 也算身在富贵繁华地 可作为庸人的老包 却依旧身无分文 一贫如洗 唯一的棉袍被划破了 也只好戴上眼镜 自己封补 慧姐嫂说他抠搜 三十多年来只有这一件棉袍 老包慢悠悠地抬起头 反驳道 自己在秦宫馆这些年 这是第三件呢 可这件穿了十年的棉袍 已经行将旧幕 无法帮助老包抵御严寒 遮风挡雨 所以任何一点点的意外 都会在炮子上留下痕迹 刚好此时厨师胡大 从外面买菜回来了 他给老包带回了一个消息 今年志成中学的开学时间要提前 杨历二月一日 也就是春节前就会开了 老包的儿子小包 是志成中学的学生 也是老包贫困生活的原因 在炮火连天的民国时期 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而老包每个月只有七块钱的工资 会节奏说 尽管目前来看 小包离坐大官 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但是听了这话的老包 还是哄着脸笑了笑 心里美滋滋的 赞助在秦宫馆的表少爷回来了 老包点头哈腰地问了好 可表少爷只是淡淡地嗡了一句 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递给老包 老包也不在意 做了几十年庸人 他早已习惯了当个隐形人 但表少爷走远之后 老包悄悄地拦住了 跟在后面的高升 询问他远在上海的秦老爷 有没有来信的消息 得到暂时还没有的答复后 老包点了点头 转过身正打算要插上门 谁知一根精致的拐杖 却直接从门风外伸了进来 来人是年轻有为的高科长 高科长戴着礼帽穿着考究 手里还提着一个精致的皮箱 刚才见表少爷进门 他还以为是远在上海的大少爷回来了 所以才登门拜访 眼看弄错了人并静止离开 高科长身安为官之道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与大少爷攀关系的机会 可寄居在秦家 没什么权势的表少爷 却不值得他花心思 高科长已经走远 可站在门口的老包 却不急着回家 他一直目送着高科长 眼中闪着复杂的情绪 眼见老高站在门口 秦宫馆的门大开着 一个穿着破烂的小乞丐 立马提着篮子凑了上来 他戴着一顶破绽帽 一开口就喊老包爷爷 祈求老包能施舍点吃的 可前一秒还和蔼可亲 点头哈腰的老包 此刻却完全换上了 一副尚未者的姿态 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对小乞丐连说了三个去子后 毫不犹豫地关上了大门 高科长已经走了很久 可短暂和高科长 打了照面的老包 心中的池水却因此被扰动 在跟胡大的闲谈中 不断回味着 刚才两人短暂的接触 虽然总共说不到五句话 但老高还是得出了 高科长人真好的结论 而人好的原因 是高科长年纪轻轻 就位高权重 不到30岁就当上了官 胡大跟老包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剁肉的手虽然没停 人情世故却一分不差 一句 直接就说到了老包的心坎里 老六掰着手指头 给老包算了一笔账 小包今年升高中 年三年进大学 刚好19岁 再年四年大学 刚好23 这样一来 25岁就能当科长 比高科长还要年轻有为 老包虽然嘴上谦虚地说 只要抱个微争口气 像个人似的 也就行了 但脸上的褶子 都快挤成了一朵菊花了 寄人篱下半辈子 老包当然希望 小包能像那些大人物一样 光鲜亮丽 一体面面地活着 而此时的小包 却没能感受到父亲的袭击 他穿着整齐促新的大褂 在苏州街头 漫无目的地游荡 胸口别着的校徽 闪闪发亮 一副未来科长的气派 小时候的玩伴如今成了挑夫 他们本想要上前跟小包打声招呼 可见小包满脸冷漠 只好把未出口的话咽了回去 小包双手插兜 瞅着脚下半心不救的布鞋 再看看其他人的草鞋 欲加昂首挺胸 甚至连眉毛都挑了起来 可人比人气死人 向下看得意 向上看自卑 眼见迎面走来的人 脚上穿着一双擦得油光蹭亮的皮鞋 再看看自己的布鞋 小包有些挫败 只能生气地把脚边的石子提得老远 可仅仅几秒之后 错摆就消失不见了 因为在巷子的转角处 他撞见了孰贞 孰贞是小包在学校的暗恋对象 小包两眼放光 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谁料 孰贞只是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并不理会 跟朋友说说笑笑 静止路过了小包 还不忘吐槽一句 声音不大不小 但足够传到小包耳朵里 这边小包还在情场失忆 那边邮寄员 就送来了学校的成绩单 老包拿出老花镜 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可他学问不高 十字有限 只好求助上过几年学的胡大 让胡大念给自己听 老包期待地 等着胡大宣布 儿子优异的成绩 可耳边传来的 却是留级两个字 小包的文化课 全部得了钉 考得最好的一门 竟是体育 胡大知道 老包所有的指望 都在小包身上 见老包眼中的光彩 暗淡了下去 他连忙安慰道 多念一年也没有什么 耽误不了大事 可对老包来说 苦恼的不仅仅是留级一件事 去年明明交过制服钱 可今年学校又要收 老包一个月只有七块 光是每年的制服钱 就要二十块 而且小包的学费 也还没有凑齐呢 两人正合计着 门被一脚踢开了 小包熊啾啾地走进来 老包把成绩单拿到儿子面前 本想质问 和话一出口 却变成了小心翼翼的询问 小包不以为意 依旧双手插兜 不耐烦地用膝盖 一下一下地顶着家中 为数不多的家具 郭纯也留级呢 老包恨铁不成钢 只好语重心肠地教育小包 郭纯是有钱人家的少爷 他们那样的家庭条件 和别人比不了 只有用功读书 才能争口气 父亲的语重心肠 在小包这完全是耳旁风 这些话听了十几年 他早不腻了 小包环视这个破败的家 烦躁地拿起桌上的书 又放下 现实的困窘 并没有激励他发奋图强 他沉浸在镜中 自己英俊的外表下 无法自拔 在他的想象里 他和淑贞郎才女帽 他西装革履 英俊多情 而淑贞则温柔地 将头靠在自己肩上 春风沉醉 花钱月下 小包的美梦才刚做到一半 下一秒 老包出现在身后 将他瞬间拉回了现实 老包左属右属 学费还是不够 只好像红小孩一般 希望小包能跟学校说说情 这个学校的制服先不买了 省钱买点书 毕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听到父亲这么说 小包觉得太丢人 生气地背过身去 老包唯恐儿子不高兴 只好半是愧疚 半是讨好的 说自己去找校房 第二日 老包拿着辛苦积攒的血汗钱 来到市民银行 柜台前挤满了 钱来缴费的学生 等排到老包 他小心递上钱 却被告知还差20块 老包试图说服工作人员 去年的制服还是新的 今年能不能通融一下 不买 老包情急之下 错把制服念成了操衣 结果引来了满堂哄笑 窘迫并没有换来同情 工作人员不耐烦地 把钱还给他 并告诉老包 银行只是代替学校收费 老包想要的通融 在这里得不到 得去学校 失落的老包 只好跟那些学生们诉苦 像祥林嫂一般 不断地重复着 去年的衣服还没洗过 怎么今年又要买的话 可因为又把制服念成了操衣 再次引起了一阵哄笑 老包一时也没了主意 只能落寞地站在门口 思量着该拜哪座庙 才能应对眼前的危机 站在门口的保安 因为职务之变 盛气凌人地驱逐老包 那连说三个走字的神情 与那日老包在门口 赶小乞丐时 一样一样的 只不过时宜时宜了 走投无路 老包只好来到学校 想要讨个人情 却只得到了 市民营堂四个字的回复 老包还想挣扎一下 老包继续讲自己的难处 一个月只拿七块钱的工资 一年五十几块的学费 他真的无力承担 可学校不是慈善机构 交不起学费 那就只能退学 值班老师告诉老包 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 如果再交不上 小包就要被除名了 这是老包无论如何 都不能接受的 小包的入学名额 本就来之不易 多亏了秦家大少爷说情 如果小包退学 往后的人生 只能跟老包一样 再也不可能 成为像高科长那样的大官 老包暗暗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也一定要让儿子继续上学 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没钱就是没钱 不能凭空变出来 于是老包想到了 一个折衷的办法 过段时间再交制服费 可得到的答案依旧是不行 这边 老包挤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那边小包 却跟在富家少爷 锅唇身后 拍着篮球 一脸颤美的 请求少爷允许自己 加入篮球队 为了展现自己的传球技术 小包在小巷子里 卯足了镜 却不慎将球 打落到了巷子外 郭少爷一脸戏谑的 看着小包 云淡风轻的 吐出了陪球二字 留下了一脸懵逼的小包 独自在风中凌乱 二十块的制服费用 他尚且交不起 赔球就更不可能了 他只好爬墙拿回球 接着又现宝似的 跑到了郭存家 正好撞上了少爷的晚餐时间 满桌子的鸡鸭鱼肉 连虾仁都是拨好的 小包哪里见过这么好的日常 咽了咽口水 郭存健壮 只得吩咐庸人 再拿一副碗筷 但眼看小包满身尘土 一脸嫌弃的 让他先去洗头 小包转身进了卫生间 谁料之一进去 就再也出不来了 洗手池上 都是小包平常没见过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香皂 让他瞬间花了眼 有钱人家里 果然连厕所都是福利堂皇 小包已经顾不上 满桌的大鱼大肉了 陶醉的对着镜子 抹着郭存的同款投油 化身斯丹康投油代言人 好像这样子 他就能短暂的变成郭存 横更在两人之间的差距 就会消失不见 小包是大开眼界了 老包却坐在理发店 斑驳的绿墙前 满面愁容 他是来找剃头将老代 借钱交学费的 可旁观者清的老代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小包不是学习得了 与其砸锅卖铁的供他读书 不如让他趁着年轻 学门手艺来的实在 哪怕站着柜台 当个帐房先生 也比现在强百倍 在朋友老代面前 老包说出了自己的难言之隐 小包五岁 母亲就没了 自己没本事 没让他过什么好日子 小包要上学 作为父亲的他 怎么忍心拒绝呢 老代竟劝不动 只好答应 钱的事 他会帮忙解决 老包才带着 稍稍解开的眉头 离开了 过公馆内 郭纯展示着 衣柜里的名贵西装 作为富家子弟 一出生就紧衣浴食 他随便一身衣服 就要52块 小包在一旁 只有羡慕的份 哪怕郭纯对他爱搭不理 他依旧沉浸在 这样的富贵幻梦中 不愿离开 他在国公馆内游荡 像一个小偷一般 探头探脑的 偷窥着别人 五光十色的生活 变成了这 富丽堂皇中 最突兀的存在 夜幕似合 小包回到自己 拮据拥挤的家 如往常般 一脚踢开房门 却撞见了父亲 正在和老代和胡大 商量学费的事情 这些年供小包读书 老包早已债台高筑 小小的屋子 昏黄的光线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小包 依然像一个异类一样 跟这个屋子的寒酸 格格不入 他忘不了白天 在郭纯家里 见到的一切 甚至幻想着 要是自己出生 在那样的环境里 那该有多好 小包闭上眼 是浮华的生活 玉立金纯零花镜 睁开眼 却是家徒四壁 铺熬烂毡 气氛之下 直接摔了书本 对着老包一通邪火 夜已经深了 老包却不敢入睡 为了帮小包凑齐学费 胡大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可还是不够 高生带着上海大少爷的信 回来了 老包本想开口 可话到嘴边 却变成了结结巴巴的 好在胡大仗义开口 高生了然一笑 把身上的零用钱 都拿出来 给了老包 还提老包想到了一个 提前支取工资的办法 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事情总算有了眉目 老包开心地跑回家 跟小包分享好消息 可不懂事的小包 丝毫看不见父亲的为难 反倒满口嚷嚷着 要买郭纯同款的 斯丹康头游 语气一指气势 正眼都不瞧老包 在小包眼中 这样的出身 就是他一切苦难的由来 第二日 老包又来市民银行交学费 保安认出了他 一直盯着 这个世道就是这样 穷人做什么好像都不合理 好在银行的工作人员 同情老包的处境 告诉他 小包留急不需要重复买教材 替老包省下了 七块四的意外之财 交完学费还有结余 老包脚步都轻快了许多 回家途中 老包又撞见了高科长 望着高科长体面的背影 他眼中满是憧憬 好像刚才在银行交的 不是学费 而是小包未来出人头地的保险 他回过头看看高科长 再看看街旁店铺中的伙计 觉得 小包将来一定是高科长的同路人 气势瞬间高了几分 直接走进了平常不敢进的鞋店 随口询问皮鞋的价格 可下一秒 店员的一句 你买吗 瞬间就将他打回了原型 顺路 他又去了趟老代的理发店 想帮小包买斯丹康的头油 可没什么见识的老包 连斯丹康都说成了鸡蛋汤 老代只好给了他一瓶店里的生发油 老包如获至宝 正好看见小包从门口路过 赶忙叫住儿子 告诉他 自己已经买好了头油 这样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父亲 会让小包成为同学们嘲笑的对象 他赶紧跟老包划清界限 同学询问两人的关系 小包只是漫不经心地回了三个字 站在原地的老包 双目含泪 他不明白小包为什么发火 跑到厨房让众人替自己分析分析 会解扫直抽痛点 告诉老包 小包是嫌弃他丢人 可哪怕真相就在眼前 老包还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眼中的小包是一个上进 喜欢读书 且自小没了娘的可怜孩子 怎么会一副败高踩低 屈炎肤势的小人模样 贴心的胡大连忙安慰老包 青年小伙子都这样 谁能没点火气 高生也在一旁附和 怕老包多心 还举了秦公管表少爷的例子 表少爷家境那么好 不是照样和姑奶奶不痛快吗 提到表少爷又戳中了老包的心事 表少爷和小包年龄相仿 生活却是云泥之别 老包反得惭愧起来 对比老包的捉襟见肘 心情劳苦 小包在学校的日子 过得算是称心如意 他如愿当上了郭纯的跟班 甚至为了让郭纯高兴 调戏路上遇见的女同学 躺在郭纯家柔软的席幕司上 听着唱片机里传出来的悠扬音乐 小包一脸满足 回到家里的小包 久违地坐在书桌前读书 老包见状自然高兴 可怜老包不识字 不知道小包在看些带颜色的东西 老包回忆起第一次 带着小包进秦公管的场景 那时小包小小一只 怯怯地跟在老包身后 彼时妻子心丧 留下幼子无人管兆 老包只好提着两只老母鸡 请求秦老爷收留小包 秦老爷一脸为难地说 留几天可以 秦夫人见状 在一旁帮起枪来 这不是多一个人 多添上筷子的问题 而是秦府不能开这个先例 这里是秦公管 不是慈善堂 可思复良久 心善的秦老爷 还是留下了小包 还给小包指了念书的路子 老包坐在床边 往事历历在目 他感觉年幼的小包 好像就在眼前 那个临贴床下的身影 跟眼前的小包交叠了 恍惚间 他甚至看到 未来的包科长在桌前办公 如果以后真能这样 那当下多少辛苦都值得 老包兴奋地跑去找胡大 跟他分享小包终于用功的消息 为了哄小包开心 老包不动声色地 打起了表少爷投油的主意 趁表少爷不在 他打算直接走进屋子 把投油偷回家 拿给小包 可到了门口 他却开始退缩了 在秦公管做工三十多年 他自问没做过一件坏事 就这样拿走 他实在是良心不安 挣扎之下便放了回去 小包去参加郭纯组织的舞会 哪怕遭人嫌弃 在秦公管无所事事 他也不愿意离开 在房间里到处乱翻 顺手拿起郭纯的领带 就往自己的脖子上套 被抓现行后 也只是尴尬一下 就又溜达去了其他地方 看着眼前的红灯酒绿 小包又做起了白日梦 这一次他和郭纯交换了身份 摇身一变 成了郭公管的主人 西装革履 皮屑蹭凉 女神淑贞穿着华丽的纱裙 直奔自己而来 两人在舞池中翩翩起舞 好不快活 美梦刚醒 郭纯就给小包指派了新任务 帮自己去递情书 小包连连答应 回到家之后 却悄悄打开了信件 照着上面的内容 写了一封一模一样的给淑贞 小包在屋子里专心抄写 老包这边既造王爷 也激得热火朝天 还专门拿回了 代表好运的祭造糖给小包吃 见小包在桌前奋笔集书 老包指到儿子又在用功 于是拿出了他偷偷弄来的头油 小包开心地抹了两下 却发现那根本不是头油 而是恶先的降虎 老包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只好拾去地离开了 或许是因为老包对儿子感到愧疚 降虎事件后 小包脚上多了一双崭新的皮鞋 走在路上也多了几分意气风发 他拦下淑贞 递上抄来的行书 淑贞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又一次静止穿过了他 这一幕恰好被郭纯看见 便过来质问他 到底有没有帮自己递行书 两人来到竹林中 却看见不远处的广告牌下 郭纯心仪的姑娘 早就跟别的男生有说有笑了 上课领想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全班只有小包和郭纯两个留级生 老师是一全班鼓掌欢迎 可话还没有说完 小包就被叫去了办公室 教导主人劈头盖脸地质问他 寒假期间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小包狡辩说自己只是在学习 主人惩罚他面壁思过 小包心中直打鼓 不知道是哪件事出了问题 难道是给淑贞写情书的事情败露了 小包慌张地在脑海中思索应对之策 殊不知此时 教室里的郭纯也慌了神 他担心情书事情会牵扯到自己 在教导主人的再三提醒下 小包这才想起 寒假期间他为了讨郭纯开心 捏了女同学的大腿 开学之后 女孩把状告到了教导主人跟前 主人让他说出另外两个同谋 但小包嘴巴严实 不管主人怎么问 他都没把郭纯供出来 火没烧到自己身上 郭纯很开心 直夸小包好样的 不出卖朋友 风波过去 众人嚷嚷着让郭纯请客 于是郭少爷大手一挥 做了东 享用完豪华大餐的小包 小包回到秦宫馆 看着父亲端上来的剩饭 他得意的翘着二郎腿 说自己已经在松鹤楼吃过饭了 是郭纯请的客 然后随意的朝着弯腰的父亲摆了摆手 像对待自家庸人一般 老包见状 识趣地端着饭菜打算离开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小包的声音 爸 老包有些不敢相信 儿子很久没叫爹了 这一声爸 让父亲老泪纵横 小包几乎不给老包什么好脸色 今天却一如反常 轻腻地挽上了老包的手 拉他坐在椅子前 说有正式宣布 老包一脸期待地等待着 可小包口中的喜事 就是他成功加入了郭纯的喜马拉雅山队 成为了正式队员 老包不懂什么是篮球 也不知道喜马拉雅山在哪里 这些都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可看着平常冷漠的儿子 如今在自己面前又蹦又跳 他还是开心地说着 我懂 我懂 父子间的温情没维系几分钟 小包就画风一转 让父亲给自己买件篮球服 老包眼中闪过一丝为难 可还是小心翼翼地问出了那句 那 那有多少钱 小包短暂地尊重 对老包十分受用 他脚步轻快地在厨房里穿梭 拿出玻璃杯给小包泡茶喝 惠姐嫂打趣道 老包 有什么喜事啊 来客了 老包一脸鱼有熔烟 转头告诉惠姐嫂 小包被请到松鹤楼吃酒席了 泡杯茶给他接接酒 顺便还问胡大要了一支烟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小包沾染了不良习气 惠姐嫂好言提醒 小包学坏了 可一个父亲要装睡 外人是叫不行的 老包却替小包解释 以后在官场上行走 这些九州文化 人情世故必不可少 众人见状也只得笑笑 恭维老包 以后一定能当老太爷 小包如愿要到了钱 转头就和同学 一起去买了比赛用的球服 一旁有债主正在追一个老人的债 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小包也耿着脖子 看得开心 甚至在一旁怂恿着 打起来才热闹呢 可第二天 被催债的人 就变成了自己的父亲 老包 年底是集中讨债的日子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陈三赖子带着老袋上门 可老包的钱都交给了学校 实在没办法 三个人坐在老包的破屋子里 面面相去 陈三赖子倚在门框上 威胁老包 如果再不给钱 就要闹到警察局去 大过年的也不好看 作为宝人的老袋 此刻更是如坐针毡 夹在中间很为难 这边的问题还没解决 学校的人却忽然找上了门 要找小包的家长 老包只好先去学校 陈三赖子担心老包跑路 只好跟着去了 三人刚进校门 只见一辆救护车停在门口 一个满头是血的学生 被抬了出来 从教导主人口中 老包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中午篮球比赛 郭纯心仪的姑娘也在现场 郭纯本想卖力表现一下 谁料 姑娘却跟另一个男生 有说有笑 年轻人血气方刚 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 郭纯直接红了眼 上前就跟对方起了冲突 小包跟篮球队的队员见状 一窝蜂地涌上去帮忙 见有人替自己出气 郭纯十分得意 直接在一旁呐喊助威 只喊着快打 打坏了他来赔偿 众人都是表一下忠心就完了 小包和另外一个队员 却下了死手 结果对方直接被打成了重伤 事情闹大了 对方家长要去法院起诉 学校本着稀释宁人的态度 只好答应伤者家长三个要求 第一 开除两个打人的学生 第二 医药费由两人对半承担 第三 如果伤者有什么不测 法庭上见 教导主人叫老包来的目的 就是承担医药费 这对老包来说 简直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船池又欲打头风 身后的陈三还没送走 新一轮的债务危机就又来了 那就可以不开除了吗 不 要开除 中压之下 哪怕当着教导主任的面 老包还是直接情绪失控了 报告被开除了 大家要捡 我到哪去弄钱 见眼前破衣烂衫的老人泪流满面 教导主任只好告诉他 可以找人出面担保 老包失魂落魄地走出办公室 沉浸在幻梦破灭的痛苦中 像是垂死挣扎一般 不甘心地转头质问 我为什么开始包围 老包在人群的包围中 细数自己一路养大小包的心酸 老包直接跪了下来 抱住了校长的腿 可怜天下父母心 校长最终还是心软了 让老包先领走儿子 但钱还是要交的 老包举目无亲 无权又无事 去哪里找宝人呢 他只好又求助老代 但陈三赖子那笔钱还没还上 老代是一招被蛇咬 不敢再轻易帮老包做宝 遭到拒绝后 他茫然地走上街头 双眼无神 三魂去了两货 可哪怕事到如今 他依旧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只要有人肯帮忙 小包就还能继续读书 恰在此时 高科长出现了 像一束光一样 给老包昏暗的人生 带来了新的转机 老包激动地整个人扑上去 拉住高科长的手不放 希望他能踢自己说说情 让小包可以留在学校 可在简单询问了情况之后 深难为官之道的高科长 就将球踢了出去 让老包等秦大少爷 从上海回来再说 刚刚出现的转机 随着高科长的拒绝消失了 老包所有的希望 一瞬间都化为了泡影 只有债主陈三 始终在他身后跟着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家家户户都洋溢着过年的喜气 爆竹生生 郭公馆内打牌的打牌 玩头子的玩头子 大红灯笼高挂 一派热闹景象 郭纯身边围着新朋友 小包早就被丢到了九霄云外 贵人多忘事 在他花团紧簇的人生路上 小包这根不知名的杂草 根本不足挂齿 他会在父亲的安排下 出国留学 拥有光明的未来 成为郭公馆的新主人 哪里会想到 庸人的儿子因为为自己出头 搭上了后半辈子的前程 而此刻的秦工馆里 胡大吉人也在玩着牌 老包和小包沉默地对坐在屋内 哪怕耳边传来阵阵钟声 仍然恍若不闻 外面的热闹 好似与他们全然无关 老包的眼神透过小包 又看到了那个小小的 在窗下临铁的身影 只可惜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包氏父子上映于1983年 改编自张天忆的同名小说 这是一个在阶层差距 巨大的民国年间 庸人老包辞父多败儿的故事 跟影片中不同的是 原助理小包在国立中学念书之前 已经被看出过两回了 哪怕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小包根本不是读书的料 但老包还是不死心 砸锅卖铁 也要让后代接受更好的教育 成为人上人 却丝毫不考虑 自己的孩子到底是不是读书的料 老包的悲剧 也不仅仅是对小包过度的溺爱和纵容 虽然影片中的明线 是小包的攀比与虚荣 但暗线其实藏着老包的欲望 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 父母自己实现不了的愿望 都会寄托在子女身上 这种心理就是一种欲望的表现 老包想当老太爷 想有一天也能被人尊重 但受到所受教育和所处环境的影响 他自知无力跨越阶级 于是就将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了小包身上 很多家长正是这样 他们拼命鸡娃 让孩子替自己去卷 去在残酷的社会中竞争 可他们没有想过的是 作为上一代竞争的失败者 他们给下一代传递不了任何成功正确的经验 一个出色的孩子是需要一整个家庭脱举的 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 才能看得更远 贫穷的出身 认知的局限 物质的窘迫 带来的自卑感 这些才是通往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就像影片中的老包 只知道要求老包用功 可如何用功 用功之后会有怎样的未来 如何才能成为下一个高科长 他却一无所知 他给不了小包任何具体切实的指导 作为生活在旧时代夕阳余晖中的人 老包对外面发生的一切无知无觉 新文化运动的枪声已经打响 而老包却还是守着旧力 过着自己的日子 他甚至在小包走上歧途时 迟钝地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直到小包一步一步泥足深陷 再看小包 他成长的环境太过复杂 明明是贫苦出身 可因为自幼长在秦宫馆 过早地见识了灯红酒绿的浮华生活 以至于他在人际交往和金钱上的概念出现了部分扭曲 在那样一个尊卑有序的时代 不是一双皮鞋或是一身西装就能缩短小包与郭纯之间的差距 贫穷和富贵之间的鸿沟 也不仅仅是物质就能填平 郭纯的爸爸早已远渡重阳 在剑桥读了大学 老包却连成绩单上的甲乙丙丁都念不出来 文化和认知上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天谦 更是老包拼尽全力也达不到的彼岸 贫穷是原罪吗 我不知道 但看到这部电影时 我一直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笼罩着 而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细数小包往后命运的无数可能 或许无论他学习好坏 当薛定谔的盒子打开 最终摆在他眼前的 还是只有一条弯曲且狭窄的 既定的扬长小道 因为能力只能决定你的下限 可最终人可以站多高 走多远 却不是单凭努力就能强求的